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众心从反恐转为反击中共 乌克兰放开手脚轰炸俄罗斯 俄互炸行动升级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日前 中共派河北省武警部队全面接管这州救援 外界质疑 这是中共掩盖灾情惨况 而饱受中共泄洪影响的霸州民众不满当局的隐瞒真相 倒是政府抗议 并和警察爆发冲突 河北省卓州因中共泄洪导致灾情严重 但卓州当地官员不仅没主动调配救灾 甚至要求报道临死临失踪 面对政府官员的不作为 卓州百姓通过恶搞来宣泄不满 8月4日 网上热传寻找桌州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寻人启示 从发生灾害至今都没见过政府的人 市长 市委书记呢 应急管理局等负责人呢 没出事天天负责开会 出了事全靠老百姓自救 救援队靠老百姓自发送返 提供被入 政府部门的人呢 失联了 这边市长和市委书记不见了人影 那边是河北省武警总队500人在5号进入卓州 还说要全面接管救援工作 并且要求民间救援力量全部撤离 当局这样做 是因为救援队伍过多吗 显然不是 据当地民众说 志愿者在卓州市清凉寺马房村看到遇难者遗体遍地 官方怕民间救援者将真实情况的图片 视频放到网上 那么 桌州洪灾到底有多惨呢 据网友披露 他的一名在桌州市电视台当记者的同学参与救援 他一打开房门 里面都是遇难者的遗体飘在水上 场面触目惊心 而原本降雨量不大的河北省霸州 因为泄洪 导致当地大面积被淹 几万人无家可归 但中国央视在新闻中提到罢州灾情时说 一些村庄受降雨影响 出现积水 这引发了罢州百姓的愤怒 很多当地民众在网上揭露央视造假 我们是泄洪 不是暴雨 还有上千罢州民众在5号到罢州市政府抗议 他们打出横幅 还我家园 明明是泄洪原因 却说降雨所致 随后有大批黑衣人到场和民众爆发激烈冲突 殴打百姓 知情村民说 政府根本就没出来救援 基本上都是我们民间的组织 今天上午去市政府 中午12点多 霸州市政府才说按照国家出台的补偿 但实际上 这个补偿款能不能到难民手里都是不好说 由美国主导的13国联军的护身军刀演习 于8月4日在澳大利亚结束 这次演习可以说是为中共量身制作 也表明美军可成功向中国沿海地区投送大规模登陆部队 在战争中 后勤补给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美国金方披露 本次演习中的一个亮点就是展示了关键的后勤能力 演习开始几个小时以后 美军就在澳洲亚亚克搅拌到距离海岸较远的小镇上 铺设了一条长达3英里的燃料管道 并将这条管道连接到距离海岸 大概是1000米的补给舰上的17.5万加仑的燃料储罐 这成功地实践了从海上远距离给岸上补给燃料的行动 而在补给方面的另一个亮点是 海军陆战队坐骑电船登陆时 随身携带了向陆地推进和为打击敌军而需要的所有补给和物资 这也是士兵模拟在战斗激烈又严峻的战场中 如何维持生存能力 并且迅速达成作战目标 而不用等待后勤补给 本次演习的这两个亮点表明 美军会在多个地点进行登陆 同时为了减少士兵的伤亡战损 也会在敌军任何防御薄弱的地方登陆 并尽快搭建后续登陆管道 海外金市评论员沈舟撰文分析说 这次演习可以说是给中共量身定做的 如果中共盲目开战 结果就是面对美军和联军进行反攻 今年5月23日 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 曾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论台上 意有所指地说 我希望习主席带走俄乌战争的教训 将对中共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包括先蓄和财产 准备好战斗并且赢得胜利 这实际上是美军印太司令告诉习近平 只要中共开了第一枪 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怎样结束 中共可就说了不算了 沈舟认为 如果美军只是阻止了中共的武力攻台 没能彻底打垮中共军队 这还不算赢得胜利 美军需要将中共军队的规模性攻击能力瘫痪掉 至少要把中共军队的远程打击能力摧毁 沈舟表示 本次护身金刀演习 实际上是在模拟联军 在打垮中共的海空主力后 掌握了充分的海空优势 本次演练从中国大陆的某个地点 进行大规模登陆反攻 他认为 这应该早就被美军纳入了反攻计划当中 也是美军全盘计划的最后一块拼图 而有13国联军 3万名军兵共同进行的护身军刀演习 正好验证了这一反攻计划的可行性 这也是美军展示给中共的最新威慑 日前 习近平对中共火箭军跨军种换司令和政委 被认为是外航领导内航 也是中共军事系统的致命伤 习近平今年出国次数大幅减少 表明他麻烦不断 也有人认为 中国将出现大乱事 7月31日 来自中共海军和空军系统的新日火箭军司令员 这种调任让中共军队失去指挥的弹性和灵活性 对中共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不管是要打台湾或是在南海和东海的问题上 这是政治的考量没有专业的考量 这会造成部队失去影响 也就是一切讲政治 就不用讲军事专业了 那习近平这样做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苏子云指出 这就变成了外航领导内航 对中共整个军事系统都是一个致命伤 有分析认为 火箭军高层艺人 需要时间去磨合 这可能会影响火箭军的士气 对中共军队伤害较大 外界发现今年1月到7月 习近平外出访问的次数明显变少 只在今年3月出访了俄罗斯 待了两天 这一现象十分罕见 因为习近平从2013年掌权到2019年间 每年的前7个月外访时间都会超过20天 就是在去年上半年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习近平出访的时间也超过了10天 对此 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全球中国中心 中国问题专家宋文迪 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 习近平现在有更多迫切的事情要优先解决 像是经济陷入通缩泥造 火箭军高层腐败和人事大地震 以及外长秦刚被换等 习近平越是极权 这些问题就越是要他自己亲自处理 所以出访频率就减少了 现在中共内部麻烦不断 习近平一心保中共 但他能够做得到吗 时评人严春沟撰文指出 习近平所做的一切都有中共整体背书 习近平闯的祸 中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习近平的问题是野心太大 个人修养和见识太有限 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 美式误判 误判的结果就是冒进 冒进的结果就是碰壁 碰壁的结果就是伤身 伤身的结果就是前景堪忧 到最后 他自己也知道大事不妙 准备用战争来决定生还是亡 严春沟预测说 中共走向没落是命 习近平搞没中共国也是命 中国人要准备面对一个旷古未有之乱世 这也是命 自从2001年911事件以后 美国将重心转移到了反恐 给了中共可乘之机 但现在美国已经公开反击中共的间谍战 美中秘密进行的间谍战突然公开化了 中共火箭军的详细资料在去年被美国公布 从而让火箭军内部大乱 也引发了火箭军泄密疑云 今年7月20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公开说 美国在华情报网络的成见取得进展 正在努力构建强劲的人力情报收集能力 来补充其他情报的获取渠道 请接着在7月31日 美国空军大学辐射智库 中国航空航空研究所 又高调发了一份 PLA海军航空兵重组的报告 即使今年以来 中共军队把大部分原先隶属海军的 战斗机 轰炸机 雷达战 防空部队等 都移交给了空军 中共这边也在8月1日做出动作 中共国家安全部在公众号发文说 反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 所有机构团体都有防范 制止间谍行为 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才过了两天 8月3日 美国这边就公开宣布 美国的两名华裔海军水手 应向北京传递侵蚀机密 和涉及国家安全而被逮捕 中美之间一系列紧密动作 显示出两国之间的间谍战 情报战 突然转为公开化 并且升级了 随着中共长期在安全问题上进行挑衅 美国也开始做出强力反击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兼所长 潘明氏认为 从美国出版的火箭军报告来讲 不太可能是某个高层泄露一个完整资料给美国 资料应该是慢慢积累而成的 也许透过火箭军高层或他们家属 然后取得更详细或更机密的资料 然后完成报告 也有专家认为 不管美国的这两份报告是否来源于泄密 但美国把这些报告公开拿出来 以及把通常不会公开审理的军事间谍案公开出来 目的应该非常明显 即美国开始反击中共 嚇阻中共 不要在台海问题上轻挤妄动 继俄罗斯退出黑海粮食协议以后 一直轰炸乌克兰港口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公开警告要打击俄罗斯本土 随后乌军对俄罗斯本土进行了一系列行动 从炸港口 炸金舰 炸邮轮 再到轰炸莫斯科 显示出俄双方的互相反击升级 8月4日晚间 一艘乌克兰无人艇在克里米亚大桥附近 击中了一艘名为SIG的俄罗斯邮轮 导致邮轮又闲被炸开一个洞 无人受伤 此后 克里米亚大桥的通车和轮渡都被暂时关闭 4日当天 另一架乌克兰无人艇 袭击了俄罗斯海军部署在黑海的海军收纽 诺沃罗西斯克港 袭击导致了一艘俄军战舰损坏 此后的8月6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西部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空气导致哈尔科夫州两人死亡 四人受伤 哈尔科夫州的一个输血中心被导弹击中 泽连斯基也透露 俄国的飞弹将乌克兰航太公司的马达西齐的一个厂房击中 马达西齐位于乌西的赫梅利尼茨基附近 是这么用来制造直升机发动机等零件的重要场所 8月6日早上 在莫斯科周围空域 有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 位于莫斯科西南15公里处的福努科沃机场 暂停了航班飞行 这也是俄罗斯首都在一个月内的第四次被袭击 8月4日晚 泽连斯基表示 今天我还收到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马柳克的报告 我只想说我们都感谢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将战争还给了侵略国 你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你自己就会得到什么 这表明乌方打击俄本土目标不再遮遮掩掩 而是彻底放开了手脚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